大家好,欢迎来到W档案 今天我们讲的这起案件发生在美国 在一个寒冷的春天夜晚 一个年轻女孩和朋友们聚会后 独自骑自行车回家 监控摄像头捕捉到了她在路上的画面 但是没过多久,这名女孩竟然离奇失踪了 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 一周后,女孩的自行车被发现 然而女孩仍然没有被找到 这名女孩到底去了哪里 当天晚上,她到底遭遇了什么 下面,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案件 米凯拉失踪案 这起案件中的女孩名叫米凯拉·苏尼克 1990年5月21日出生于路易斯安那州拉菲特市 她的父亲叫汤姆·苏尼克 母亲叫南希罗 米凯拉还有一个弟弟扎克和一个妹妹莎林 亲密的朋友和家人都亲切地叫她米其 路易斯安那州是美国南部的一个州 位于墨西哥沿岸 该州有200多万只美国短文厄 几乎是路易斯安那州人口的一半 因此在夏天的时候 千万不要轻易跳到河水里游泳 拉菲特市位于路易斯安那州南部的海岸线上 始建于1820年 最开始经济以农业为主 如今拉菲特市已经成为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运营中心 同时也是医疗保健 航空航天 银行和零售的中心城市 拉菲特大学是该市的著名学府 2012年 米凯拉是拉菲特大学人类学专业的一名大四学生 他平时还和家人住在一起 米凯拉是一个狂热的自行车爱好者 虽然他有一辆汽车 但他更愿意骑自行车在城市里转悠 而且他的家离大学只有6.5公里 他经常骑车去上课 米凯拉在拉菲特市有许多家人和朋友 他一出生就生活在这个城市 从幼儿园起 他就认识了一群亲密的朋友 随着2012年5月的到来 夏天即将来临 米凯拉也即将结束他的大学学业 开始一个成年人全新的生活 再过几天就是米凯拉的生日了 他很快就22岁了 米凯拉的弟弟扎克也将在未来几天高中毕业 全家人约好一起参加扎克的毕业典礼 2012年5月48日 这天是个星期五 米凯拉晚上约了朋友聚会 临出门的时候 他的父母提醒他 扎克的毕业典礼安排在第二天 让他晚上早点回家 米凯拉答应了 然后骑车出门了 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米凯拉这次出门后 再也没有回来 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2012年5月19日早上 米凯拉全家都在准备去参加扎克的毕业典礼 然而米凯拉并没有出现 他也不在自己的房间里 昨天晚上他和朋友聚会后 没有回家 平时也有这样的情况 聚会太晚了 他会住在朋友家里 但是今天和平时不一样 因为今天是扎克的毕业典礼 全家人早就约好了一起参加 米凯拉是个信守承诺的人 而且和家人的关系非常亲密 所以他昨天晚上没有回家 是不寻常的 他的父母转念想 也许米凯拉在朋友家里碎过头了 于是他们给米凯拉发了短信 让他直接去毕业典礼的现场 但是米凯拉根本没有出现在毕业典礼上 毕业典礼一结束 全家人立刻回家 发现米凯拉仍然不在 这时米凯拉的父母开始着急起来 于是给米凯拉的朋友们打电话 寻找米凯拉 朋友们告诉米凯拉的父母 昨天晚上聚会后 米凯拉去了布雷德利家里 米凯拉父母找到了布雷德利 他住在瑞恩街 离米凯拉家大约6公里 布雷德利告诉米凯拉父母 米凯拉在19日凌晨1点45左右 离开了他的家 米凯拉告诉他 明天要参加扎克的毕业典礼 今天晚上必须回家 米凯拉的父母多方寻找无果后 随即打电话报警 警方很快来到米凯拉家 在了解相关情况后 随即展开调查 因为布雷德利是最后一个 见过米凯拉的人 所以警方首先与布雷德利 进行了交谈 布雷德利告诉警方 5月48日晚上22点15左右 米凯拉和他们几个朋友 一起去了一家酒吧 他们在酒吧里喝了几杯酒 听了现场音乐 随后他和米凯拉先离开了 他们在附近的一家 塔可贝尔快餐店点了些食物 然后回到了布雷德利的家 两人在他的住处玩了几个小时 19日凌晨1点45左右 米凯拉离开他家 骑车回家了 布雷德利曾建议米凯拉叫出租车 但是米凯拉觉得离家只有6公里 骑车很快就到了 之后米凯拉去了哪里 布雷德利也说不清楚了 警方随即调取了街道上的监控画面 很快证实了布雷德利的说法 凌晨1点45分 监控摄像头拍到米凯拉 在韦加里斯特大道骑车回家的身影 他的前面有一辆白色卡车 两分钟后 米凯拉再次被摄像头发现 他正在兰德里接骑自行车 还在往家的方向走 但在这个监控画面之后 米凯拉的身影从监控画面中消失了 虽然米凯拉回家的路上 有一百多个摄像头 但其中90%以上只监控交通 因此只有两个摄像头拍到了米凯拉的身影 在这些监控画面中 警方发现了一个可疑的细节 凌晨1点45分 监控画面拍到米凯拉 跟在一辆白色皮卡后面 两分钟后 监控画面再次拍到米凯拉 他独自一个人 刚才那辆白色皮卡消失了 然而几秒钟后 同一辆皮卡车出现了 这时他跟在了米凯拉的后面 这辆白色皮卡车诡异的行驶路线 引起了警方的怀疑 尽管如此 警方暂时无法获知 这辆皮卡车的车主是谁 因为所有监控画面 都没有拍到这辆车的车牌 而在路易斯安那州 就有超过3000个注册的 白色雪佛兰皮卡 这还不包括临近的州 目前警方也无法确定 这辆皮卡 是否和米凯拉斯中有关 所以他们只能等待新的线索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米凯拉斯中的消息 传遍了整个拉菲特市 近2000名当地居民 帮忙一起寻找米凯拉 大街小巷贴满了 米凯拉斯中的海报 不幸的是 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5月21日是米凯拉的生日 他的朋友们自发的组织起来 为米凯拉祈祷 希望他能早日平安归来 米凯拉斯中的第八天 一个重要线索的发现 让本案出现了转机 2012年5月27日 也就是米凯拉斯中后的第八天 威斯基湾河的两名渔民 在洲际10号大桥的桥下 发现了一个黑色的金属物 经过仔细辨认 确定是一辆自行车 于是打电话报警 警方来到现场后 证实这辆自行车是米凯拉的 自行车被沼泽中的泥浆覆盖 后轮有明显的弯曲和损坏 看起来像被汽车 从后面创击造成的 有了这个新发现 警方开始在附近进行搜索 希望能找到其他线索 就在警方展开大规模搜索的同时 一个人给警方打电话 在电话里 他告诉警方 一辆白色雪佛兰皮卡 在德克萨斯州被烧毁 获得这个线索后 警方立即前往德克萨斯州 火太大了 几乎把皮卡里面的一切 都烧成了灰烬 经过现场确认 被烧毁的白色皮卡 和那辆行迹可疑的皮卡非常像 非常幸运 皮卡车的车牌被保留下来 经查询 这辆被烧毁的白色皮卡的车主是 布兰登·拉维恩 布兰登十年33岁 他是路易斯安那州土生土长的卡经人 卡经人是法医加拿大人的后裔 布兰登曾在军队里服役三年 现在是一名在海上工作的石油机械工 警方首先在布兰登家附近走访排查 据一位邻居说 布兰登对米凯拉的失踪 表现得极其敏感和偏执 更重要的是 布兰登在米凯拉失踪的那个周末 也失踪了 回家后 他身上有多处刺伤 而布兰登生成自己在 新奥尔良的加油站遇到抢劫 所以被刺伤了 警方和加油站老板 核实布兰登被抢劫的原因 发现这完全是一个谎言 附近的居民还向警方透露 尽管布兰登有未婚妻 但他在路易斯安那州有多个女朋友 更奇葩的是 他对嫖娼非常上瘾 几乎每周都要去 同时 附近的一位汽车经销商 向警方透露 布兰登曾经来过店里 表示要买一辆新的白色皮卡 并且要和自己之前的那辆一模一样 布兰登曾称 就在几天前 他的皮卡在德克萨斯州被偷了 店员在和布兰登交流的过程中 头顶上的电视 正在播放米凯拉斯中的消息 此时布兰登变得焦躁不安 警方在随后的调查中发现 布兰登是一名登记在案的性犯罪者 在2000年被定罪 并在监狱服刑8年 警方再次检查了当地所有的监控摄像头 并发现了重要线索 米凯拉斯中当天下午17点15左右 监控摄像头拍摄到了布兰登 驾驶皮卡车在街上行驶 这次清楚地记录了他的车牌 经过比对确认 布兰登的皮卡 正是那辆行迹可疑的皮卡车 现有的证据证明 布兰登有重大作案嫌疑 7月5日 警方正式逮捕了布兰登 虽然还没有找到米凯拉 逮捕布兰登存在一定的风险 但警方希望这样做 推动尽快破案 同时布兰登被假释期间 存在不按时到警局报道的记录 这也成为警方逮捕他的理由 布兰登被逮捕后 拒绝回答任何问题 只是希望找一个律师 警方指控布兰登犯有一级谋杀 和严重绑架罪 但现有证据都是间接证据 这让案件定罪显得有些困难 随着米凯拉遗体的发现 也让这起案件彻底告破 2012年8月7日 也就是米凯拉失踪80天后 一位匿名人士 向警方提供了重要线索 警方根据所提供的信息 发现米凯拉的尸体 被埋在一个小墓地附近 旁边还有他的首饰和衣服 米凯拉被捅了好几刀 而致命伤是击中头部的一枪 这个结果对于米凯拉的家人来说 是非常残酷的 因为米凯拉再也回不来了 在米凯拉衣服上发现的血迹 经过DNA比对证实 有一部分血迹属于布兰登 这足以证明布兰登就是本案的凶手 警方告诉布兰登 如果他能如实认罪 承认谋杀了米凯拉 可以免于死刑 最终布兰登承认谋杀了米凯拉 并向警方如实交代了作案过程 2012年5月19日凌晨1点45分 布兰登独自开车在街上闲逛 发现了一个人在后面骑车的米凯拉 于是他调转车头 从后面跟踪米凯拉 在没有监控摄像头的地方 他故意用皮卡车创造米凯拉的自行车 米凯拉从自行车上摔下来 然后布兰登用枪强迫米凯拉上车 并把米凯拉的自行车也放到了车上 米凯拉在皮卡车上试图用手机呼救 布兰登拿着刀威胁他 这时米凯拉用随身携带的防狼喷雾 喷在他的脸上 并夺过了布兰登手中的刀 米凯拉捅了他几刀 但毕竟米凯拉身材过于弱小 很快布兰登重新夺回了刀 并捅了米凯拉几刀 死后米凯拉一动不动了 布兰登以为他已经死了 于是他开车来到一个偏僻的地方 打算把米凯拉埋在那里 这时米凯拉突然跳起来抓起刀 刺向布兰登的胸口 导致布兰登身受重伤 布兰登恼羞成怒抓起枪 朝着米凯拉头部就是一枪 米凯拉倒在了地上 布兰登此时受伤严重 无法再掩埋米凯拉的遗体 只能用素枝和碎片盖住他的遗体 然后开车逃走了 在返回的途中 他把米凯拉的自行车 丢弃在了威斯基湾的桥下 布兰登随后去了新奥尔良一位朋友那里 他在那里的一家医院接受了治疗 回到拉菲特后 他养了几天伤 上次有走好转后 他开着皮卡车来到了德克萨斯州 在这里将皮卡车烧毁 随后报告说他的皮卡被盗了 他打算买一辆一模一样的车 以免引起警方的怀疑 让警方深感意外的是 布兰登不仅承认谋杀了米凯拉 还承认了另外一起谋杀案 也是他所为 1999年 名叫利莎佩特的女子失踪了 1999年9月 他的遗体被发现 布兰登说 他在街上遇到了利莎 然后说服他和自己一起出城 在路上 利莎后悔了 想回家 但是布兰登不让 在随后增置的过程中 布兰登用塑料袋套在利莎的头上 杀死了他 布兰登最终被判 两项一级谋杀罪名成立 他被判了两次武器徒刑 终身单独监禁 不得假释 米凯拉是一个善良可爱的女孩 在他毕业生活即将开始之时 遭遇如此不幸 让人非常惋惜 他也是一个勇敢的斗士 在罪恶面前没有退说 而是用刀刺向了罪犯 米凯拉死后 人们为纪念他 而建立了一座纪念碑 同时还建立了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的宗旨 是传播登记在车的性犯罪者的资料 提醒人们注意防范 米凯拉的Facebook主页 目前有超过三万名成员 致力于唤起公众 对于其他时钟人员的关注 米凯拉去世已经十年了 如果没有这次意外 他现在应该32岁了 世界有成 也应该有自己的家庭 至于布兰登 只能在监狱里度过余生 据布兰登说 他是美国唯一一个 被判处终身单独监禁的人 但是谁会关心他的感受呢 只希望布兰登在监狱里慢慢的腐烂 对于其他时钟人员的关注 对于其他时钟人员的关注